你的佛土在哪里? 本幻长老是佛? 作者,福安古观音阁 本幻长老原记了 我一直在关注长老的新闻 今天深圳的新玉师兄跟我说 要我写一篇本幻长老 我觉得用任何语言来形容本老 都觉得苍白 以前释迦牟尼在阴地修行时 看到了燃灯佛 释迦牟尼被燃灯佛庄严的法相所折服 于是就赞了燃灯佛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现 一切无有如佛者 这个赞,太好了 为什么呢? 用语言来形容佛呀 已经无法形容了 世界上有什么东西 能够超过佛呢? 莫有的 无比的 后来呀 释迦牟尼成佛了以后 阿异多看到释迦牟尼佛庄严的法相 也赞美了一句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现 一切无有如佛者 释迦牟尼佛也给阿异多授记 你将来成佛 昊迦牟尼佛 所以 真的没有语言来形容本幻常老了 只有说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现 一切无有如佛者 无佛出世时 一个觉悟 觉醒圆满的 叫做佛 有佛出世后 一个觉悟 觉醒圆满的 称谓祖师 因为在有佛时代 所以为了尊重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那些祖师大德 只能称谓祖师 如果是无佛时代 开悟的祖师 就是佛了 以下文字是转载自新玉师兄的空间 长老过去有一次向大众开事时说道 将来自己于酒远后 世现成佛 好无量自在光明如来 佛国净土不可思议 高广庄严微妙相结 超胜极乐世界 明无量微妙庄严世界 并对大众说 我的徒子徒训者 我成佛时也还会是我的徒子徒孙 还会眷属 并在再鼓励大众要发大心 陪大福 要度化众生 要成佛 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土 好比你要教化众生 必须要有一个道场 不管是移动的 还是固定的道场 翻开法华经 佛陀给每个弟子受祭成佛 佛号什么 国土如何 其中有弟子多少人 正法注释多少节 相法注释多少节 这个在法华经上有记载 很详细的 佛陀给每个众生受祭 将来成佛 所以 我们要成佛 庄专严自己的佛国 然后设受众生来国土 一起修行成就 要结缘 国土是不可思议的 色身是会变坏的 本幻章老色身已经缘迹 但是法身却不生不灭 而法身的成就 要靠色身的成就来完成 所以 在修行时 首先 要庄严我们的色身 用什么庄严 用福报和智慧来庄严色身 有一次 弥勒菩萨问文书菩萨 关于善才童子的姻缘 文书菩萨告诉他说 善才童子已经悟到了 成就了法身 但是色身仍然不圆满 为什么不圆满了 就是因为善才童子的 积累的功德不够 所以色身不圆满 所以 我们要圆满自己的色身 就要积功累得 学佛 要先接种生缘分 这个很关键 要成就自己的国土 就要涉受众生 佛因为众生而成佛 本老说自己将来是 现成佛后国土庄严 每个人都有视现成佛的机会 至于将来国土如何 就要看我们个人的心量和愿力了 比如说极乐世界和药师流离世界 也是国土庄严 都是因为阿弥陀佛和药师佛的愿力所造就的 如果你成佛了 你的佛号什么 国土如何 住室多少节 像法多少 就像我们人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环境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教化的地方如何 你活多少岁 你的弟子有多少 你缘济后 留下的法还能教化多少众生 这就是比喻像法时代 这也是一个比喻 所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土 要庄严我们的国土 要皆善缘 广皆一切善缘呢 先成佛 然后有国土 然后有教化的众生 我们要先自己觉悟 觉悟了 去帮助别人 然后来成就我们的国土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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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吧